本单元延续上一单元有关组合语言指令及部分 再来跟各位同学介绍逻辑运算指令及一位旋转指令 并以实例说明运算结果 end指令是将目的运算源和来源运算源做end逻辑运算 也就是交集的概念 结果写回目的运算源 而来源运算源可以是立即值、暂存器或机体位置 我们举个例子 andaxbx假设执行前ax为0043h 而bx为5326h 那么执行后ax的值为0002h or指令是将目的运算源和来源运算源做or逻辑运算 也就是运算源 也就是连级的概念 结果写回目的运算源 而来源运算源可以是立即值、暂存器或记忆体位置 举个例子 or、al、bl 假设执行前al为54h bl为30h 则执行后al为74h 我们看到al54h 所以以二进制码来看 0101、0100 而bl30h则执行为0011、0000 那么我们把al跟bl做or结果 就会得到0111、0100 也就是74h xor指令是将目的运算源和来源运算源做xor逻辑运算 结果写回目的运算源 来源运算源可以是立即值、暂存器或记忆体位置 例如xor、al、bl 假设执行前al为03h、bl为0fh 则执行后al为0ch 我们一样看到al03h 所以00000011 也就是03h 而bl为0fh 也就是00001111 那么经过xor以后 我们可以得到al的值为00001111 也就是0ch NAT指令是将目的运算源做NAT逻辑运算 也就是将目的运算源取1的补数 结果再写回目的运算源 目的运算源可以是立即值、暂存器或记忆体 例如NAT bx 假设执行前bx为1234h 则执行后bx为edcbh 一样 把bx1234h 用二进制来表示为00001、0010、0011、0100 也就是1234h 那么经过NAT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1110、1101、1100、1011 也就是edcb SAL算数左移 指令在移位过程中不保留运算源的正符号 但若符号位元受到更动时 将会设定异位奇标of为1 举个例子 SALAL1 也就是把AL暂存器 位移一位 假设执行前AL为05h CF 净位奇标为1 则执行后AL为0AH 净位奇标CF等于0 OF也为0 SAR SAR 算数右移 指令在移位过程中会持续复制符号位元 以保留运算源的正符号 最右位元则被移入CF旗标内 例如 例如SAR SAR A L E 假设执行前AL为01H CF为1 则执行后AL为07H CF为0 OF也等于0 SH SH 逻辑左移 是将最左边的位元移入近位奇标 并控出之位元 例如SHLALCL 假设执行前AL为B4H CL为02H CF为1 那我们看到CL是02也就是要移位两次 这执行后AL为D0H CF为0 SHR 逻辑右倚 将最右边的位元移入近位旗标 并将空出的位元补0 例如SHRAL1 假设执行前AL为B4 CF为1 则执行后AL为5AH CF为0 ROL 左旋转 指令用于不含近位旗标的旋转 将目的运算员的每个位元向左旋转 且将最左边的位元同时移入最右边即复制到CF旗标内 例如ROLAX1 假设执行前AX等于0060H CF等于1 则执行后AX为00C0H CF等于0 ROR ROLAX2 右旋转 指令用于不含近位旗标的旋转 将目的运算员的每个位元向右旋转 且将最右位元同时移入最左边的位元即复制到CF旗标内 举个例子 ROLAX2 假设执行前AX为7000H CF等于0 则执行后AX为1C00H CF为0 RCL ROLAX2 经过近位的左旋转 将目的运算员的每个位元向左旋转 而近位旗标 会被移入最右位元 而最左位元则被移入CF旗标内 举个例子 RCL AX1 假设执行前AX为0060H CF为1 则执行后AX等于00C1H CF为0 RCR 经过近位的右旋转 目的运算员的每个位元向右旋转 而近位旗标CF会被移入最左位元 而最右位元则被移入CF旗标内 假设 假设 RCR AX2 假设执行前AX为0820H CF为1 则执行后AX为4208H CF为0 本单元已经介绍完毕 感谢各位同学的观赏 我们下个单元再见